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甲组第三人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甲方奥斯卡掌挂风波Will Smith应受更大谴责 粤方奥斯卡掌挂风波Chris Rock应受更大谴责 对赛双方为甲方蓝田圣保陆中学 及粤方天主教崇德英文书院 现在我会介绍双方变远 甲方主变李子盈 第一副变刘永恩 第二副变文心悦 结变罗海恩 粤方主变方圆 第一副变潘洛恩 第二副变潘志乐 结变刘家庆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的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香港中文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员 严慧怡老师 华英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白晓荣小姐 拔萨女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黄伟新老师 本场比赛分主变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及结变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反方主变完成发言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时 正方一副接触发言 待反方二副完成发言后 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后会进入结变环节 除台上发问及台下发问环节外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 三十秒会有叮一叮提示 双方一叮提示 够钟即有两叮提示 双方一叮提示 超时十五秒钟会连叮几下 双方一叮提示 为了避免因为叠声 所以造成的收音模糊 我在叮的同时都会举牌示意 详细的赛规已经发布了 给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现在先请正方主便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请讲可以 听不听到吗 听到听到 主席评判长续各位大家好 在本届奥斯卡颁发最佳纪录片奖的时候 Chris Roth与Wuzeep的妻子Jada Smith的光头重型欢笑 笑称对方可以参演《魔鬼女大兵》中拥有 同样光头重型的女主角 开始Wuzeep都是以笑和应 但看到自己的妻子反白眼之后 准备上台掌柜Chris 翻课后更用粗言为宇宙买Chris 令场面极为尴尬 网络上不乏对双方的评论便是应运而生 而事后 Wuzeep深知者违背作为公众人物 因为观众带来性能量的责任 在Instagram主动发文向Chris Roth道歉 并宣布退出美国演艺学院 而该学院的理事会经投票 更禁止Wuzeep十年内 不可以参加任何奥斯卡的活动 要衡量谁应受更大的谴责 就要比较双方的行为举止的本质 和带来的公众影响 较为严重者负责更大责任 我方认为Wuzeep应负责更大责任 原因有二 第一 Wuzeep行为过激 固然两者在事件中都有犯错 但受谴责的程度 你应要跟他们行为严重性挂钩 先看Chris Roth 他不应该取笑Jada的外表 但他在TMZ的访问中都表示 事前是不知道Jada光头是因为病情 更无意暗讽他的执病 而作为喜剧演员 经常都会用其他公众人物来开玩笑 以控制气氛 更深在众多拥有光头造型的电影 Chris选择用一部女性形象 正面坚强的魔鬼女大兵 而不像其他电影 例如《女巫无中》的负面角色 因此了解来龙去问候的Jada 在US Weekly中都表示 不介意这个玩笑 更应同Wuzeep无需暴力解决 反观Wuzeep他曾经参加过奥斯卡两次 亦在节目The Arsenio Hall Show 取笑剃头的背尸手 因此他理应熟悉这种开玩笑的风格 以及理解开玩笑者是定无恶意 即使今次的事件涉及他的妻子 他亦可采取瘟疫和的手段 例如要求Chris Rock 道歉 但可惜他选择用粗暴的手段 冲动了事 违反演艺界中的仅值 亦是对他人造成骚扰和威胁的行为 难道带头用暴力解决问题是否有方乐见 第二对社会造成反效果 作为公众人物理应引导正面的社会风气 Wuzeep曾参演过阿拉丁等被受青年人关注的电影 更经常在各种社交媒体上 因此新闻周刊都同意他的影响力巨大 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儿童青年的言行举止和价值观 事件中Wuzeep在公众场合身体攻击他人 继后更进行一连串的言语辱骂 即使不是他的粉丝 作为被受触目的公众人物 大众亦都容易合理化他这些暴力行为 故此NBA全球球星Java都批评 他鼓吹暴力大坏社会风气 除此之外 他亦都是黑人维权中的引导者 多次公开支持黑人的运动 然而今次的暴力事件 洛杉矶时报都同意 他加深了黑人粗鲁的黑板印象 以往的努力、前功赏费 反观Chris Rock作为喜剧演员 他的言论和大众一向熟悉的戏剧台词相似 更没有鲜明的指向性 可见Wuzeep的人生攻击对青年和黑人 都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 试问有方这些行为是否单单几句道歉 就可以彼補草草了事 最后想问有方 承不承认Wuzeep这次的行为不恰当 不承认的话 有方又认为什么情况之下 用肢体和言语暴力才是合理 多谢各位 跟着是反方主变 你有四分钟发现时间 准备好请讲可以 试咪试咪请问听不听得清楚 我听到 可以 各位大家好 分析变题先要理解类学重点 第一 何会受更大谴责 有方说Wuzeep的暴力伤人 比起Chris Swarty的研究伤人更加严重 因此应该受更大谴责 但行为和言语同样可以伤人 哪一个伤害大一点 和很多时候我们的主观判断 有方又如何论证言语所达来的伤害一定少于暴力呢 因此要决定他们何者更加错 一人而议 有方主观的比较平台并不恰当 所以今天要比较的 并不是他们何者更初 又是他做错了什么 事后受到的谴责 又和事情本身是否成对比呢 因此来到第二个重点 他们两人要为自己的行为 受到什么的谴责呢 而要回答这条问题 早先搞清楚奥斯卡掌握风光的来龙去问 第94届奥斯卡发掌典礼 喜剧演员Chris Swart在台上发掌的时候 用电影中美国雷兵看光头的竞张 条款当时因为免疫系统失调 而引发巴托并脱法的 Millsmith妻子Jada Smith 在堂下的Millsmith当时大发雷霆 上台长官Chris Swart因巴掌 并用粗口骂他 而在这一件事情上 双方都有做错 先说Chris Swart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 身体机能有缺陷 引致日常生活上出现负面影响 就被视为残疾人士 当中包括受皮肤问题困扰的人 Chris Swart当时以Jada巴托的病情 开玩笑針对不同地方 例如经国、美国等 保障残疾人士的条例 这种模范性的言论 已经逐一构成骚扰 他甚至将这番说话 透过奥斯卡 这个国际级巴掌典礼 去世界各地人民条款Jada 主观上显得不尊重 因此这个笑话根本就不恰当 Chris Swart说他出来已经有问题 而Will Smith的不会都能够理解 但他最错的错在用暴力发现 不单止打了Chris Swart一巴掌 甚至在电视前不断用粗口大闹 因此两者同样有错的情况下 要行两面题 就要审视二人在奥斯卡掌挂风波的行为 是否和其后所受到的谴责成正比 若然他受到的谴责不中 就应受到更大谴责 我方赞成越方便提 原因有二 一、Chris Swart言论模范 反而更受追捧 风波过后Chris Swart不合理的言论 获得打开民众支持 Mobile Council的调查发现 在风波之后Chris Swart的好感受 大幅增加六成 比Will Smith更加高 而他当时即将进行的单口喜剧场演 门票销量飙升 即使每一天的销售额是过去的25倍以上 即使Will Smith出面表示自己无法接受 Chris Swart当众侮辱自己患病的妻子 Chris Swart依然在公众面前无动于衷 美国广播电视更加有意 邀请他做下一年奥斯卡的思议 Chris Swart不单止没有被风波所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工作机会大大提升 新闻有方侮辱残疾人士的结果 就是带来工作机会销售人大声 有方是否觉得这些都处做故作应有的责任 以Will Smith成为严重 已原生牙破裂 于巴掌典例第二天 Will Smith已在个人社交平台向Chris Swart道歉 并且自行推出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会 向公众承认错误 当学会旗下都宣布禁止Will Smith在未来十年 出席奥斯卡巴掌典例及相关活动 而他有份出演或制作中的电影同样都被推辞 甚至Netflix、Apple等大公司都避免和丑闻前身的Will Smith合作 不同的中介公司更加在讨论应不应该放弃他 可见在风波之后 Will Smith的工作及演出机会通通归零 演员生涯可未几乎被封杀 想问如果这样的程度都不足够 有方觉得Will Smith还需要受到什么的责任呢? 最后想问右方和同意奥斯卡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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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接着是台上三个环节 不好意思,刚刚主变的时候听不到叮声 请问是否有叮到? 有叮到,还有我有举牌 好,谢谢 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辩元向反方主变提问 发问时间一分钟 反方主变准备一分钟 回答一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后由反方任何一位辩元向正方主变提问 发言时间同相 双方均有向对方提问一次及回答一次的机会 之后回到正方一副环节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请评判注意,填写台上发问分数前 请特别留意填写次序 特别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好,现在先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作台上发问 好,现在先请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元作台上发问 是需要被谴责 问题是他说他现在已经被谴责了很多 但今天是一条商变题 所以从来不是站在现在的时间点 去看谁要再受多些谴责 而是比较这两者 Chris Wall和Will Smith 在整件事里面 谁应该受更多谴责 所以有方是要论证 为何今天Chris Wall的做法更错更严重 而看到主编和你说了 Chris当时不知道他是因为疾病而导致光头 甚至用开玩笑的电影 也是一个女强人 是正面角色 所以原来纽约喜剧演员家庭都说 他不是大有恶意的言论高极 甚至Jada事后都跟你说他不介意 所以想问有方 为何这个是言语冒犯呢? 多谢各位 现在正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反光主辔 不好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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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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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請問一下是否清楚 清楚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還有一位打號一副位置 而是我們雙方都同意奧斯卡掌畫風波的兩位主角都有錯 所以分別就在於一個是行為暴力 一個是言語暴力 因此先從標準入手 看看有方怎麼論定自己的變題 今天有方行量變題的標準 就在於哪個行為本質錯些 哪個影響大些 但是他沒有解釋過Wil Smith 原來他背後的動機 背後的打人動機是為了他的妻子 所以今天有方怎麼都覺得 暴力怎麼都比言語嚴重 但是有方跟我們說 Chris Wall不知道Jader是有病 但不知道是否代表可以射滅他一切的罪過 不是吧 因為主任已經說得很清楚 為什麼嚴重一點就是基於我們的主觀判斷 有人會覺得行為暴力嚴重一點 也會有人覺得言語暴力更加有冒犯性 所以有方的標準不合理 因此相關要討論的 並不是哪一種暴力錯 也要貼合風波過後 他們所受的懲罰究竟夠不夠 所以台上都問過有方 Will Smith還需要受到什麼懲罰 有方自己都答不出 因此大家其實都知道 Will Smith在掌摑風波之後 已經受到各方面的譴責 不單是網民的聲討 更是電影公司都跟他解約 未來十年他都不能參加和奧斯卡相關的活動 所以我方不是說Will Smith沒錯 而是說他現在已經付出了應得 甚至更大的代價 而說到尾 有方其實是否想他在目前完全消失呢 有方認證不到Will Smith的行為和影響 為何會更差的時候 再看回Chris Wall 有方反對我們的變態 就是基於覺得 Will Smith的行為會帶來反社會的效果 但現況到底有多少人 本身受了Will Smith的影響 而覺得打人是合理 或者去做這些行為 他完全沒有交代過 甚至觀眾上台集的喜劇演員 都已經不是第一天的事了 早在幾十年前都已經發生過 倒不如有方分證清楚 到底這個掌握封號之後 喜劇演員被集筆的數字升了多少 而那些觀眾的動機 而Will Smith的 Will Smith也要影響到公眾的動機 而且有方認證清楚 為何每一宗案例都會歸咎於Will Smith 再審視Chris Wall的笑話 被普通人眼中這個笑話可能比不足到 但對於患者本身而言所造成的傷害 可能比有方感的更加嚴重 跟Jader一樣患有班族的西貢區市區 猿王卓亞也表示 不應該用這個病來開玩笑 因為正常人沒有辦法想像到患者 或者其家人的感受 而Chris Wall說這個笑話之前 不單止沒有顧及過Jader的苦方 更加沒有考慮過電視機背後患者的種種經歷 美國兒童班族計劃負責人Jeff Votovic 也擔心社會會因為Chris Wall的示威 而出現標籤效應 令公眾覺得用GIG來稱呼 推銷人士沒問題 所以當Chris Wall對Jader 對推銷人士 對患者不尊重 甚至合理化社會上的偏見和嘲笑 但就換來職業心涯爭爭日想 演出機會不跌反聲 失能放火金腰帶 有方認為Chris Wall已經承受了他影響的譴責呢 各位 月方一副用時3分21秒 有過時需要扣分 不好意思 想問主席有沒有叮第二叮 因為沒有聽到 我有叮到第二 請問其他同學 或者其他評判 聽不聽到兩叮 或者如果對扣分 或者超時有疑問 我們可以採口再 商討或者看一看片 現在賽事繼續 接著是正方的第二副表 正方的第二副表 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 接著麥克風聽不聽到 聽到 好 準備好 請說可以 可以 主席平庫著著各位大家好 來到伊夫 麻煩有方和我整場都錯判現方 第一錯判Will Smith大人的必要性 有方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Will Smith會受到這麼大的譴責 就是因為連大眾和演藝學語都這樣說他 有方就說他維護妻子 但Will Smith可以上台譴責Chris Rock 在自己社交媒體公開發文表達立場 無大人的必要性 但他偏偏選了最差的方法 導致Jayda的病情被重新翻出來討論 第二錯判Chris Rock行為的嚴重程度 有方就說言語冒犯都很嚴重 問判斷說話冒犯別人的標準要怎樣定 有方答不到 其實有方也知道 是很難界定 玩笑是否有惡意 被開玩笑的Jayda 他自己也不介意 所以只要沒有冒犯 又或者傷害到被開玩笑的對象 有方又是否覺得任何玩笑都不可以呢 甚至有方只是論證了Chris Rock所謂的 言語攻擊別人要受譴責 他沒有否認 但Chris Rock為何一定要被Will Smith受到更大的譴責 才能做到有方所說的事 更深的是 Will Smith打人不僅是犯法 還會讓別人造成身體傷害 相比在一個當事人都不介意的玩笑 為何打人就沒那麼嚴重呢 第三錯判Will Smith打人的後果 各位 Will Smith不是第一次參加有主持台上開玩笑 教一下氣氛的老師卡 他知道會有這個環節 如果有方覺得開玩笑就是錯 那奧斯卡是否應該要取消這個環節 甚至我方前場都說了 Will Smith是擁有很大的影響力 根據社會學習理論 對發展中的兒童青少年來說 電視是最重要的社會化學習媒介 因此容易學習到當中的負面行為 例如暴力行為和講粗口 今天Will Smith的行為正正就是這樣 難怪連美國廣播主持人Howard Storm都說會鼓吹暴力 令視Will Smith為英雄的小學生學歪 敗壞社會風氣 如果我們不那麼多選擇Will Smith行為 是否要繼續任由這種情況化下去呢 收席個位 接著是月方第二副表 示範示範示範請問聽清楚 清楚 清楚你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問可以 可以 再改答好 以副位置簡單比較 Will Smith過的成就 光輝被人一掃而空 永遠定格在掌掛人的瞬間 甚至主編和你講過很多片相 都匆匆停止合作 演藝生涯正面 問有方要承受什麼更大的譴責 你一個都答不到 身份Chris Watson到別人的病例開玩笑 不單止沒有道歉 甚至開更多演出 賺更多的錢 比大眾捧上神台 明顯沒有受到足夥的責任 所以有方要被人家表現得很模糊 他說言論自由和暴力怎樣比較 這幅沒有說過 所以說那幅比較平常 可以看你原本和之後夠不夠 你原本已經受到百分之二十的譴責 現在這十分之一百 那個比例是多了就大了 所以從來看過往夠不夠 所以他跟他說 不是呀 這筆會帶了很多的反後果會有暴力 但怎樣會鼓吹暴力呢 有幾個人之後 是真的因為他這個行為而去打人 一個數字都交不到 正是否以後一百年之後 有人打他都會 有人打黑人都會關Will Smith的事呢 票量標準如何判斷呢 因為JDR不介意 但為何會不介意呢 是否不介意等於沒錯呢 不是呀 只要跟他說很不同的數據 例子也跟他說什麼 他說有其他人介意 有其他光頭的人介意 所以即使JDR不介意 但其他有光頭的人都會介意 為什麼是沒有惡意呢 沒有交代過 所以有方就是沒有經歷過 所以他就不知道這個病 在大幾下的痛苦 他跟他說用抽象畫的東西來比較 但他說這個是病情 病情如何跟你的抽象畫比較呢 所以再說 克里斯波羅斯是吳志森 但吳志森就顯示他會做事馬虎 他吳志森了解之後 他知道再之後 為什麼都沒有道歉呢 因為他覺得自己沒錯 所以他沒有錯的時候 他就沒有受到應有的譴責 所以我們說不是 所以最後看視畫的界線 那一段視畫的界線 是要穿重他人的 要不然單純的諷刺 就成為他的冒犯 比如實際的例子 美國著名節目 週六夜現場的編劇 City Ridge曾經以效益 追起案作換笑 最終失去編劇一職 台灣網絡和仁真博恩 在單口喜劇表演的 取笑自焚的鄭南勇 後來自協收場 並引咎持去 國英野獸的主持人的職位 所以甚至美國新的主持 脫口秀主持 尖米吉會議 都因為歧視種族言論 所以最後出來道歉 所以說言論自由 不是萬例 更加不是必然 但今天你跨好這條界線 所以要承受後果 所以當今天克里斯羅的事話 跨入了界限 至少其他人指出有道歉 會嚴重的引咎辭職 但克里斯羅全身而退 初方不是說他沒錯 而是他承受的代價夠不夠 所以不夠的時候甚至不道歉 即是真正撈谷了喜喜的元素 將界線不斷往後推 而克里斯羅全身而受更大的譴責 所以越方的提議已經成立 多謝各位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派出一位便員 向反方... 即... 甲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越方台上便員提問 甲方無權指定回答者 越方可自由派出台上便員回應 台下發問時間一分鐘 台上準備一分鐘 再回答一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後越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員 向甲方台上便員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各有兩次台下發問機會 而兩條台下發問可由同一便員提出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若母台下發問環節驗證開始 請甲方派出一位便員 作第一條台下發問 請甲方派出一位便員 請甲方派出一位便員提出 請問問謂聽得清不清楚 清不清楚 你有一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清方可意 可以 還有一個偉打好,有方一方面說言語和暴力是主觀 所以沒辦法衡量誰錯得更多 但另一方面一副又說Chris做得更錯 會為Jader造成心理創傷 二副又說Will Swift沒錯 只是大眾覺得他有錯 所以有方阿馬帝都同意要比較兩件事的嚴重性 說到底是沒辦法衡量還是有方不敢衡量呢 所以有方今天只是覺得兩個人都有錯 只不過Chris不應該殺人放火金腰帶 覺得Chris時候應該受到譴責 並不是比Will受到更大譴責 我方不否認Chris可以受到譴責 但見到過往Chris也有開過Will的援銷 Will也是採取冷靜不出席奧斯卡處理 所以美國社區研究健康小組首席研究員Scott Lear也指出 Will可以像上次一樣冷靜的處理問題 或者是時候追討 竟然有方認為一個被取消的對象也不介意的援銷 應該要受這麼大的責任的時候 然後Chris現在應該要受一個 怎樣比暴力傷人更大譴責呢 多謝各位 現在有1分鐘準備時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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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請月方排悬位便宜答便 試咪,試咪,請問,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先多謝日康的發問 從何來說,之前Chris Walk 也笑過Will Smith,但Will Smith是懶著你 但Chris Walk 當時說過甚麼笑話呢? 是否同樣好像今次的情況一樣都笑過病人呢? 不是嘛,因此情況不同的時候,不能類比 甚至乎今天Chris Walk 說了這個笑話 令到很多復仇的病人都覺得被針對,被冒犯 甚至會對社會帶來影響 那些人會覺得我們去嘲笑,去歧視那些復仇的病人是正確的 因此比較之下,Chris Walk 他沒有承受任何的譴責 他甚至連道歉都沒有的時候 Will Smith他不單止被那些公司撤退了 他連電影都不能拍的時候 為甚麼會繼續承證比,那個譴責會繼續承證比呢? 因此,有方向來說,Chris Walk 不知道Jada 他沒有錯,但今天我殺了人 但我是不殺的時候,為甚麼我也要坐牢呢? 因此Chris Walk 即使他不知道Jada有病的時候 但他說了這個笑話,所以Chris Walk 也會有錯的角位 現在請岳方派出一位辯元作第一條台下發文 是誰? 是誰?是誰?是誰? 還有各位大家好,有方現在強調以整體來看,如果錯一點就應該要受更大的選擇 但有方只是引述TMC的訪談,說Chris Rock並不知道Jeda的名稱,並不是有心,所以就沒有那麼嚴重 但看回這個訪談,原來他根本就不是訪問Chris Rock本人,而是訪問Chris Rock的朋友,可信值得質疑 有方說Jeda不介意,但其實他從來都沒有說過這句話,只是說Will Smith可以處理得更好,反正有方用清楚資料 所以有方也解釋不到Will Smith為什麼這麼錯,所以單純討論誰更錯根本就沒有意思 變態也沒有說明要我們比較良者誰更錯,而是要比較他們良,他們每個人做錯了之後的下場是什麼,應該怎樣譴責他 對,想問回有方,Chris Rock做錯事之後反而人氣急升,這個問題就是他應得的下場呢?多謝各位 各方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提示一下,我們開始做了 感谢观看 未时间完结,请甲方派出一位便宜隔壁 师妹,师妹,师妹,看看清楚不清楚 清楚,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我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请多谢有方的提问 有方,今天有方其实很奇怪 他们经常说到 Kris好像说完这个换笑之后 就好像什么都显摘都没有受过 但不是的 其实他开始受到很多人骂他 就说他这样说话是不行的 所以之后Kris有出来解释自己 为什么要说这个换笑 解释他整件事的用意 就是其实他不知道他的病情 所以是无心攻击一些受到疾病而光头的人 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原来他这样做 是会笑着别人的病情 所以这一点有方不要再搞错了 然后有方跟他用过什么类比 今天其实Will的行为他只是误杀 问题是不是的 有方同学 就像你们所说 原来当时Jada自己有说过 他是不需要Will Smith去做这件事 如果今天他真的需要维护的时候 为什么他今天一定要用这个解决手法 这个解决手法 有方从来没有解释过 而看到其实今天Kris他也是不小心去攻击这些人 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他的分数是攻击到的时候 为什么他不是属于一个误杀的性质 有方今天可以这么商场标准呢 多谢各位 现在请甲方排出一位便宜 作第二条海下发文 师妹师妹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楚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声说可以 可以 最终各位大家好 Kris Watt和Jada本身已经是朋友 甚至我回到前场也有说过 Jada表示没有介怀过玩笑 但从整个美国喜剧界的角度作为设入点 Kris Watt说话的方式都是常用的主持招式 例如2013年奥斯卡主持人 塞斯、默克、法兰都是这样做 这种主持方式一早成为一种风气 我照有方的邏輯 不管Jada觉得Kris Watt有没有问题 整个喜剧界都是在做错 推一万步 即使Will Smith不满 作为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 一个受欢迎的黑人演员代表 是否应该考虑每个行动的后果 想问有科 现在是否动机良好 就可以不顾对他人造成的影响 直接动手打人 谢谢各位 现在粤方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对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准备时间结束 请月方派出的位便宜答便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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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形是有错,双方都有错 但是方向来说,以前我时刻都有同样的笑话 但那些笑话是什么呢? 那些什么笑话呢?没有交代过 可能以前嘻哈笑话人家跌倒了 又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可比性呢? 那以前可能是现在的笑话有病 所以有方向来说,不是,他们是朋友 但朋友之下,正是朋友 你为什么不会了解人家的老婆有没有病呢? 这个是值得质疑的 所以方向来说,他们又更好才是退了立场了 但是价格好事,那不是代表原本错呢? 那不是代表原本打人就不对吗? 但从来没有,外方不明白怎么论到 所以各位 现在请粤方派出一位便宜 作第二条台下发文 听得清楚 听得清楚 如果准备好,可以说可以 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 有方说Will Smith选择了一种最错的行为 但Chris Walk何从都不是选择了一种最错的笑话方法 他没有做好资料搜集 事前没有跟当前人沟通好 事后组成商会都没有跟他们道歉 所以今天大家都说用了一个最差的方法的时候 有方说论证变题的方式 他只是说现况下Will Smith已经受到很大的谴责 而Chris Walk甚至在奥斯卡的时候 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就论证到Will Smith应该受更加多的谴责 凡全有必合理的逻辑并不公平 想问有方,今次歧视病人没有问题 奥斯卡16年歧视亚洲人 这些笑话当时都没有被人谴责 是不是都没有问题呢? 当时各位 接下来 邀请展示海猛 开始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ов座 速度 辑礼 数一分钟倒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做好私料搜查 我方都知道這個Chris Rawls是沒有做好 但其實他的嚴重程度 說話的嚴重程度 是否會比Will Smith他現在打人的嚴重程度呢? 有方無論證過 而且今天有方用這個朋友的類比 但其實今天假如我有很多朋友 但我是否一定都會知道 每個朋友他有什麼身體疾病 他有什麼個人的不幸 發生了什麼不幸呢? 是沒有的 所以今天有方都解釋不到有什麼必然關係 所以今天有方的標準是很錯 就和我方說要用現在的譴責程度 去判斷誰要受更大的譴責 其實從來都不是說要再受更大的譴責 所以今天有方不要拿現在做比較 而是要拿譴責和行為掛勾這個標準去做比較 多謝各位 現在是結辯環節 雙方結辯各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現在是結辯的 我們今天跟我們說到無論譴責 很難溫 可是我們今天在中間 我密礦 我也需要 現在是一些 這個單位 在這裡 我們今天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有4分钟时间 收音清楚 准备好可以说可以 可以 有头发 谁想做拖拖呢 各位大家好 古往今来 人似乎把头发看得尤其重要 甚至有人多得它是人专业的象征 所以你今天取消一个并非自愿魔头人 其实就等于浅达它的专业 正等于你不会笑癌症病又没有头发 你不会笑单亲家庭里的小朋友没有爸爸 除了这些某部分是来自法律的约束 更重要是源自人在社交化所产生的教育和道德 而这些应该是喜剧像他们开玩笑的时候必须要拿捏到的重点 所以我方今天从未没有说过人不可以开玩笑 但要看的是这些玩笑合不合适 就是前一场说过 那些班户被人听完之后觉得被针对 觉得被冒犯 按照有方诺森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只是很小气 他们应该觉得被冒犯呢 所以今天有方仍然觉得Bloosmith是错的 第一就是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他的比较平常出错 他今天跟我们说是要比较行为本真 就是比较打人错点 侮辱人错点 但是两者根本就无法衡量 就是我们在衡量正正鸡和正鸡鸡 哪个正鸡一样 这样讨论就是各执一致无意义 所以有方今天只是跟我们说 他之前已经有用过这些笑话 去主持奥斯卡的颁奖典礼 但他之前用过 不代表他现在没错 所以刚才都问过你 他之前用的是什么笑话 有方都没有交代过 是不是跟现在一样在取笑那些比较 我方不知道 所以前一场之前他做过的事 都没办法跟这次去做类比 所以前一场都问过你 Will Smith即时道歉 他都心扮明裂 Chris Rock反而没有向当事人道歉 但是新加部星 他的星图比较更好 是不是很合理 有方都知道不是 相反 他同样都是伤人 都是一些暴力 有方觉得Will Smith成为天赋所知很合理 甚至要他承受更多 但是今天问过你 他要承受什么 再实质一点的 谴责才做合理 有方自己都答不出的 所以有方今天的诺点明显不出 所以去到第二 有方就跟我们说 不是的 Chris Rock只是不小心 Jada也说他自己不介意 但是有方辞长都已经承认了 今次 Chris Rock是有做错 因为他身为一个喜剧者 没有找清楚资料就笑 他今天已经不符合董督笑职业的操守 所以后裁都问过你 为什么他事后知道他是有病 不去道歉 有方也解释不了 明显不合理 所以有方说到最后 Chris也有受管责的 他最初也有被人骂 但是是否骂就被管责呢 Will Smith现在在承受 被人撤走 被那些广告商抛弃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否世界对他的攻击 我方实在是不明白 所以去到最后 有方只是跟我们说 因为Will Smith 他是一个工作的人物 这样就会对社会有影响 就会教我的孩子 所以我方今天根本就是输打赢要 因为Will Smith 打人就叫做是对社会有影响 但Chris Rock今天在奥斯加公然侮辱病人 就不叫受影响 就不会教孩子 罗生去哪里 我方不明白 甚至 说的是 有谁是因为 看到Will Smith打人 而去校方 有方一个例子都交代槍 所以今天看到的就是 有病人有学会跟你说 他觉得那些斑通病人 觉得被针对 觉得无法 这些又不是社会影响 为什么那些青少年 又不会像Chris Rock那样去笑人呢 有方今天根本就是双重标准 所以有方说到最后 就是跟我们说 他是公众人物 所以就要忍耐 因为他就会对社会有影响 所以有方今天从来都只是在 道德绑架那些公众人物 觉得他们什么事都会捱印 之前娱乐圈的女性 揭发性骚扰的me too 运动 有方是不是觉得 他们全部都做错呢 所以今天 反正有方不要再绑架一些公众人物 只是等同于你说 如果女性长都暴露 被人飞是抵醒一样的 作国外事出哪有因 今天Will Smith打人 不是因为他真的很暴力 也因为他小时候经历过家暴 所以发誓他以后要好好保护家人 所以才互妻心慈 情有可缘 但Chris Rock他有什么苦衷 我可能不知道 有些人都没有交代 而Chris Rock正因为可以逃之于 就是因为大众觉得他没错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保持清醒 不要被一花生蒙蔽了自己的商业 而去判断事实 都是各位 最后由政方结辨总结 最后由甲方主见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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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4分钟发现时间 是mike是mike想请问听不清楚 清楚 清楚? 准备好情况可以 可以 是不是为了正义打人就是无可非议呢? 主席评判罪各位,大家好 听完整场,不能发现今天有方的标准很奇怪 今天有方就觉得 单凭双方在事后的谴责程度 就要看他就可以准立 Will Swift要受 就可以准立Chris Roth要受更大的谴责 但其实今天有方 从来都不只是看这方面 而是今天要看的因素 是要看其他 例如在事情本质上的行为比较 以及带来的事情影响 所以今天有方立场 背后就是觉得 Will Swift不需要受更大的谴责 就是觉得Will Swift的行为根本不严重 相比起Chris Roth的换兆 但其实今天我方看到并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不妨还原事情 经过逐个时间段分析 第一个时间段 Chris Roth说笑话 其实今天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 Will Swift的过错是更加大 因为这种东都小的文化 已经在美国根深蒂固 尤其在奥斯卡、艾美奖等等的颁奖典礼上 就例如在2010年的根侯奖 Ricky Gervais就在开场就说 看着台下这些面容 就比我想起今年的几个杰作 是爱科整容医师的杰作 他就继续说 而你们看上去都挺不错 意思就是取笑在场的所有明星 爱卖都虚偎不真实 而气氛都变得很尴尬 所以今天有方论证的变题是 美国开玩笑文化更应受谴责 而是有方都没有解释过 为何其他颁奖典礼 可以开更差的玩笑 以至于Chris Roth这个玩笑 开不得 甚至有方都没有交代过 究竟玩笑要开到几大尺度 出手打人才合理 达场戒指模糊不清 甚至有方都反对不到 Chris Roth是有机会 在无恶意并不知诚的情况下 说出这个笑话 甚至Jada自己都说不介意 所以一句总结 有方只是单凭自己的直观 不断放大Chris Roth的玩笑的严重性 但就没有真凭十句去论证 而第二点就是 今天有方就觉得 Chris Roth的玩笑很严重 但其实就好像今天我一会 跟有方说 我期待你成为下一个的不加索 这个意思可以有很多 这个说话可以有很多的意思 但其实想表达的 从来都不是有方可以理解 是一个取笑差人的意思 也都可以理解是我在赚你 或者是有其他正面 没有恶意的意思 其实有方从来都没有理解过 Chris Roth的背后 其实都没有Wilceith打人这么严重 所以第二个时间段 就是Wilceith上台打人 但其实不是 但即使有方的笑话 是会令到人不满 但Milceith都不应该打人 而在2012年的根侯奖 Ricky Gervais介绍麦多娜的时候 就连用三首麦多娜的名曲来介绍他 他就说麦多娜总是时尚 她是个物质女孩 就好像柱女一样 之后麦多娜上台的时候 就回应Jave Gervais 就说如果我是柱女 Ricky 为什么你不过来对我做些事呢? 说完这番话后 Ricky就在麦多娜身后非法跑过 再次引发恐堂大笑 你都让人不得不为麦多娜幽默冷静的回应点赞 明明有这么多条路被Wilceith选择 但他就偏偏选择用打人的方式 还击Chris Roth未必有恶意的笑话 回应手段根本就不符合笑话的严重程度 所以有方所说的都也不合理 所以来到最后第三个时间段 事件播出之后 其实一直以来 社会都会根据当时的观念 自发感对任何不恰当的行为举止 作出批判 就好像之前奥斯卡开了嘲讽亚裔人的玩笑 就随即引起社会国家批评 其实有方来到最后 这个事件后续受到的谴责 都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我方从来都不想见到下一个Wilceith出现 感谢各位 隔方欠便有超市需要扣分 比赛告一段落 大家请稍等 提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请先选出三位辩元 表现较佳辩元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一位得三分 次佳一位得两分 如下一位得一分 不好意思 刚刚说超市的计分问题会稍后处理 想问一下现在会怎么处理 一看起来 刚刚见到主席叮咖啡里面 没有动 大家都听不到声 所以辩论员应该不会能听到你的叮咖啡 想问一下会怎么处理 谢谢 謝謝 我會先收集分子 因為現在雙方各有一次超時 但是隔方對自己超時是有沒有疑問的? 其實今天剛剛我方也是聽不到叮聲 包括你最後 可能就算超時之後 可能那幾個叮都聽不到 即是我就算最後那個叮叮叮的幾聲 都是聽不到的 我真的聽不到 即是你最後說我們有超時才知道有超時 如果是我 因為現在隔月方角有一次超時的話 我看看分子上面 三位評判平年分之後 扣歌的分會不會影響到賽果 如果是不會的話 我想賽果應該 雙方會不會同意這樣定奪下來 如果是影響到賽果的話 我想事後 因為現在有錄製的 所以我可以跟賽果商量現在即場看 或者在時候再發影片給你們 看看是否有叮聲 其實我除了叮聲之外 也有舉牌 不知道大家 應該都看得很清楚的 我也有看到 我自己舉牌舉得很清楚的 好 好 如果三位評判都 評完分的話 現在可以進入這個 比評語的階段 不好意思 我需要多一點時間 你多給我一分鐘 謝謝 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等一下 還有一個活動 不知道可不可以先講評語嗎 可以 是不是王偉生先生 是的 沒錯 或者我講一講評語 方便其他的評判 再做補充 讓同學可以得益多一點 好的 現在我們先請王偉生先生 就雙方表演給予一些情緒 是 那我就覺得這次的比賽 都是很精彩的 那大家的資料運用都很豐富 那我都很欣賞甲方 就是他的整個配套方案 講得很清楚 就是講了就是 Will Smith 其實是有很多種方法 去申訴自己的不滿 那由此 他帶出了 就是 當他的那種傷害和懲罰 不對等 那他用一種激烈的暴力手段 大腿公眾的影響 那由於兩個 兩個觀點的因果關係都很好 那我覺得 就是都 演繹得是很通暢的 那但是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的氣勢是越來越強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不是那麼好呢 就是因為我發現 大部分很有力的例子 就是譬如 整個演藝界的風氣 那種不良風氣也好 良保風氣也好 就是荷里胡那種嘲笑的文化 那但是都很後出 然後或者同類的事件發生之後 其實有很多種更好的處理方法 那些同類的演藝界事件 也都是抬下 還有在結辯才出 那那些例子呢 其實我覺得 他比較難處理一些 因為他涉及一個很大的背景 但是他的實傷力很強 因為他接近是令到所有的空白推論 完全失去說服力 那其實明明我覺得是一個 很早期可以登場的東西 但是呢 大家集好集法 將他放在後場 就是透過台下或者幾點才說 那我就覺得少少可惜 那然後呢 去到評價越方的同學 那我也很欣賞 就是說呢 他由這個道德的層面 當然就不是犯道德 但是他嘗試說了那一種 就是在雙口灑鹽上面 對某一類人呢 這一種的 遲等公民式的身體傷害呢 就是比較大 那之後呢 也都說了呢 就是說 在這個 當Will Smith 將整個演藝生涯 而去犧牲的時候 相反呢 嘲笑者可以 施虐者可以 如雍得利 那一種的困境 那一種呢 那一種就是 結果的不對等 就是這樣 那我也覺得寫得很好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把它放到時間線裡面呢 那你就要嘗試 要將它 用同類的案件去類推 那譬如呢 就當甲方 抗擊你呢 就是說以往呢 其實都有很多嘲笑 是可以冷處理的時候呢 你們的回應呢 都是說 其實那些嘲笑 那個內容呢 沒有那麼激烈 相對比較溫和 是屬於可以 爭脈和啞引的 不過可惜呢 其實是指不出呢 以往的嘲笑 是屬於哪一類 但是他都說過 嘻哈和跌倒 但是可能未必是很具體 那另外呢 就是在同類的 因為你要用演藝圈那個角度呢 去去衡量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受害的深切程度 那相對來說呢 你們就不是 你們可以再舉多些呢 就是 就是好像甲方那樣說 那些艾美獎啊 那些奧斯卡啊 其實以往嘲笑那些什麼 其實結果程度是很低的 非常之弱小 笑到他臉都黃了 然後呢 大侮辱呢 原來都是沒有效果的 那你今次去類比回今次 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 一邊的失衡 所以當好像甲方那樣呢 小小有整個歷史脈絡的歷史性的時候呢 你很停留在共事性的時候呢 那又是可以再加強一下 那就很多謝各位同學 那我大概的評語就是這樣 謝謝 多謝黃衛生老師的評語 那現在請嚴慧怡老師作一些分享 好 首先呢 很多謝大會的邀請啦 那我自己覺得呢 我也很同意剛才黃老師所說的 就是我覺得今天雙方的表現是真的很精彩的 就是我猜不到一條是 就是我本身看下去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可以有推進空間的變題 那我覺得大家都在這個沒有推進空間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已經演繹得很好 還有主線的設立 我覺得是兩方的主線都是各有千秋的 那就是因為我覺得正方採取的就是討論本質和影響 我覺得這個位置就是聽下去其實是很好聽的 還有道德高地是非常之容易拿的 所以他們在引用一些例子或者去做一些推論的時候 可能講幾句就已經可以很完整 講到那個論點就會很容易講得很好聽的 但是我覺得反方的立場是很精明的地方 就是他們可以做的攻擊的位置很多 還有我覺得一聽的時候如果你問我 只是主變相的對決 我覺得反方是比較升一籌的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反主是真的可以捉到正方的主線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你是很難去衡量什麼叫本質的 即是你很難去衡量語言暴力和行為的暴力 究竟哪個真是暴力一點 因為可能行為暴力打完你之後 那你可能是起碼有得醫的 但是因為語言暴力對那些人來說 可能是會有一生的影響 所以變相在本質 即是正方的本質和影響上面 其實反方已經捉到本質的主觀問題 我覺得反主在這個位置其實是處理得很好的 另外就是第二樣 其實大家都有討論到就是那個影響 正方就會覺得影響就是要看一下對社會的影響 反方就會覺得兩者都有影響 不過就會覺得現在Will Smith受到的制裁已經足夠多了 所以他就不需要更多 我覺得在比較上面 如果是在講這個足夠多與不夠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反方的主線就會更加突出一些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主線兩條都各有千秋 但如果真的去看主面的對決的話 我覺得反方是觸得很準 還有就是問題都問得很準 而正方呢 我自己覺得正方就是前面的表現沒有那麼佳 但我覺得正方在後面會做得更好一點 第一樣我最欣賞正方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他們的資料真的很實在 真的可以跟我說的 原來以前Chris Rock都做過 也有笑過Will Smith 或者是原來以前在不同的班長點裡 他也是有這個換笑的時候 為什麼 然後他們還要說得很仔細 原來麥當娜又被人笑 然後麥當娜又被人笑 然後麥當娜又有個回應又怎樣怎樣 我覺得這些他們去做比較 或者是去引用一些歷史的資料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覺得是很好聽的 但反方面對別人這麼實在的質詢的時候 反方就會只是很多時候不斷追問 你那個換笑是說什麼的 其實他那個換笑一定沒有這個那麼大 是不是真的用來笑人家 從頭到尾在反方回應別人這些實在的例子的時候 你們都只是中間有兩句很簡單 可能笑一下你跌倒 可能笑一下你什麼 但當政方有這麼實在的例子 跟你說笑亞裔人、麥當娜 笑人整容、笑人什麼 我自己會覺得在資料運用上面 我會覺得政方是勝一籌的 因為他們真的很實在地比較了不同的班長典禮 比較了美國的風氣 然後他真的每一個辯委出來都丟過例子出來 但反方在面對這些應答的時候 你們永遠就一句塞在一起 那些笑話都不可以類比 那些笑話當時也不是笑他的 笑他的朋友而已 但問題是笑他的朋友的時候 你又沒有說得清楚 那為什麼不是笑他 但現在也是笑他的朋友 現在也不是笑他 現在也是笑他老婆而已 那朋友和老婆之間的分別又是什麼 或者為什麼他笑他朋友的時候 他就會一笑致之 笑他老婆的時候 就不可以一笑致之 這些就是你們很多時候 不能夠做一些即時的回應 變相我自己聽下去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在資料運用上面 政方是勝一籌的 但是政方也有出現問題是什麼 就是我自己會覺得 政方說的東西 雖然他們的資料用得好 但我經常都覺得政方其實是虛的 虛的位置就是 因為你們那條主線很容易拿到道德高地 所以變相你們很容易 會扔一些口號式的東西 造成社會的反效果 鼓吹暴力 破壞社會風氣 加深黑人的負面形象 我覺得這些是很好聽 但如果真的實質去想的時候 我就會想 造成一個反效果 究竟這個反效果 是直接由Will Smith去做出來 還是本身那件事已經傳走 那Will Smith的推助力有多大 然後我自己就會覺得 你在說這些 譬如是造成社會反效果 鼓吹暴力的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只是不斷拋出口號給我 是說服不到我究竟 是不是真的造成一個這麼大的影響 所以我經常都會覺得 如果正方可以 如果你在處理論點的推論的時候 你都可以好像你處理資料那麼仔細 或者是你把中間的步驟一步一步 那他跟我講清楚的話 那我自己就會覺得你的論點 就會更加實在 然後還有一樣 我也想讚 就是我覺得正方的台下發問 是問得好的 原因就是正方的台下發問 我自己覺得很多時候 都是能夠問到幾尖銳的問題 而且他不只是問一條 就是範圍很少的問題 簡單來說 就是我很欣賞第二條台下發問 就是問 就是首先你扣了對方保姿 然後你就說 你最後那個Q位就是問 其實是不是動機好 以後可以打人 以後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我自己覺得這條是很好的 因為你不是實質這樣 只是問一條 就是打人好不好的問題 你是說打人和動機 原來我覺得這件事 是有扣你們自己本身的主線 所以這一條我是欣賞的 而反方我就會覺得 在這個台下發問裡面出現的問題 就是反方問那兩條問題 我都覺得是不蘇不養 簡單來說 你是沒有推進到你的主線之外 其實我是覺得問得不夠 就是問得不夠尖銳 例如 最直接的例子 我印象最深就是 你們的台下發問 反方台下發問的第二條 就是問究竟歧視亞裔人 就是開這些歧視亞裔人的玩笑 還有今時今日去開一些歧視病人的玩笑 有沒有問題 我自己就會覺得這一條 你停在中間 為什麼呢 就是其實你要想 對方出來其實很容易的 有問題 我們都知道 其實Chris Walker是有問題 所以其實他自己也是 怎樣怎樣 其實他一問 很快就化解到你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會想 如果我是你們的話 我就會想 既然他是能夠把動機和打人 動機和影響去求年關係的話 其實如果我是反方的 我就可能會再問 就是今天有方你的立場就是 因為工作 所以我不知者不罪 還有工作原因 我就可以不用負責任 我就可以沒有問題 既然是這樣 你就舉個歧視亞裔人的例子 然後你最後要問他那個位置 就是是不是以後所有人 只要是扣上 不知者不罪 還有這個 我是工作原因的話 我就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其實你都是套回他的邏輯 但是你不是問 你不是只問行為 本身有沒有問題 你應該是要問 再推遠一點就是 其實他說的行為 就是基於不知者不罪 以及基於他是工作關係 如果是這樣按照你的邏輯 就是以後有這兩條條款 或者有這兩條的要求 我就什麼都做到 我會覺得台下發問 其實你們今天雙方 就是那個台下發問 就是那個問答方面 有好也有壞 而我覺得最大家要想的 就是你們怎樣用那條 台下發問 去幫你們推進主線 以及怎樣用台下發問 作為一個攻擊的手段 至於台下發問 另外一個位置就是答 除了問和答之外 問我覺得也有問題 也有好 但是我覺得答是雙方都很弱的 其實我經常都 譬如我教我的學生的時候 我都會說的就是 各位 你聽到別人的問句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是應該要 先回答別人的問題 人家問你他有沒有問題 就算你有很多東西想說 你是不是也應該回答別人的問題 就是他是不是有問題 人家問你動機是否好就可以打人 你是不是也應該回答他 那是否動機好就可以打人 你回答完他之後 然後你再去說自己的事情 其實感覺下去 我自己聽下去 我就會覺得是真的比較 怎麼說呢 扣連得緊一點 當然你可能會問 老師 你說到別人的問題這麼尖銳 我回答不到 但是我覺得就算你回答不到也好 你也可以是虛應一招也好 你也可以是給我 我經常都說你虛放幾招 然後起碼你是有簡單回應完之後 你才再就你的點再發揮就會好 但是你今天不是的 你今天聽完這條問題之後 就覺得別人的問題好像不存在 直接不出來就不斷說自己的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會影響到現場感 而且影響到我自己在聽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你們到底有沒有聽到別人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很精彩 有來有往的比賽 所以我剛才 所以要用多一點時間 就是因為我本來給的分數是極接近的 接近到差點同分 所以後來真的調整了 但是你問我 我自己就覺得我這一票真的很難給 因為我覺得雙方真的有好有壞 也都是各有千秋 我最後去判別的方法 其實我自己就會覺得 我會看整體上面 就是究竟你們會不會 我自己後來看的時候 究竟你們跌到的次數有多少 就是你們做得不好的地方有多少 我今天這樣掃下去的情況 因為我覺得好的地方大家都有很多 所以到最後我就是看究竟是誰 是更加出現少一點的錯誤 以及誰在主線的推進上面 其實是有嘗試推進得多些 這兩個的標準去判別 另外我還想給你多一點意見 就是反方而負 我覺得反方而負 有時候有些事情不要推得那麼盡 因為你們本身這條主線 其實是說Will Smith和Chris Walk都有錯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你這樣說一說 誰知道你中間突然爆了幾句 其實這不是他的錯 是社會的錯 因為黑板印象本身也存在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別人也不是說他創造了這個黑板印象 別人的論點是黑板印象一直都存在 只不過他再加深了這件事 但是你就很極端地推論到 不是的 黑板印象一直都有 所以就算有這個問題也好 也不是Chris Walk的錯 也是社會的錯 我自己就會覺得 你本身這條主線是不需要 說Chris Walk開脫的 就是你們是打敗Will Smith也50大版的 就是Will Smith也有錯 但是Will Smith不是錯得最厲害 而且他也已經有責任 但問題是去到反義的時候 你就突然說這句 我就想 那你就推翻了前場的意見 你就變相好像已經說了 其實Will Smith的錯是很小的 因為這個也不是Will Smith的錯 而是社會的錯 我覺得在這條主線上 那個很強的位置就變了虛化了 然後再說一個 我也想稱讚的就是 正一 我自己覺得是很清晰的 正一是很能夠說出 你們那條主線的重點出來 我覺得是補充了 本身正主主線不足的地方 然後反傑 我覺得以傑辯來說 也是做得非常好 就是因為反傑說了一個點 我覺得反方從來都沒有追過 所以變相去到反傑 我覺得反傑很亮眼 但是到最後就是反傑才出 不夠追得深的 我覺得其實今天正方 也有一個問題就是輸打贏要 一方面不斷說 Will Smith會鼓吹了暴力的風氣 那你又何嘗 你想想Chris Walker 沒有受到譴責的這件事 其實又何嘗不是鼓吹了 一個笑別人的風氣呢 我覺得這個位置其實前場 如果你可以出到的 你後面就可以變了 有一個好的武器去說 但是今天就去到反傑先說 我覺得反傑是做得好的 但問題就是在你主線上的幫助 就不是很大 或者因為你太遲才出 你根本沒得追 而且其實對面也沒得回應你很多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個位置 那就是一場很精彩的比賽 就是這樣了 多謝各位 多謝賢老師的分享 現在請白曉詠小姐做一些分享 Hello 詢問聽不聽到? 聽到 是 那首先就很多謝錯誤邀請我做評判 另外我也覺得今場比賽 是一場很精彩的比賽 所以也很多謝雙方的努力 剛剛兩位評判 都已經對主線說了幾多評價 或者我可能也會就主線給一點點的意見 還有 再就可能某些辯委都說一說我的意見 那我覺得其實今場 我有一個位置我挺想聽到 但是我覺得雙方都 或者我覺得算是雙方 某個程度上有一點點分歧 就是在準則上究竟高譴責 是為什麼呢 我看到粵方好像是想說 現在已經就著現在的現況來看 我們應該給更大的譴責 但是雙方看起來 又只是說我們大家都由零開始 看哪一個應該更受譴責 那所以變成中間 我們去到一些主 不是去到一二座的時候 都會就著這裡有一點點的 就是可能 割說割話 我覺得會有一點點 因為雙方就說 其實我們 因為雙方已經是有很大的後果 所以Crystal應該受到更大的檢責 但是雙方又變成游手去討論 可能就著動機上 或者行為上等等 所以我就會期望想聽到多些 是會不會這個分歧 可以早些去抓出來 甚至我去到 我記得雙方其實去到後面 是有說到的 不過好像是去到拔台下的時候 有說到 今天不是說 哪一個要受到更大的譴責 而是說哪一個 就是可能由零開始 要受到多些的譴責 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個回應 又不是那麼足夠 還有我覺得可以再早些 就已經指出這個雙方的分歧 這樣 那 至於 是的 至於在 主線上我覺得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今天雙方 他那個 開出來的主線 是挺驚訝到我的 所以在前場 老實說 我覺得雙方 是頗為 就是我自己在給分數 我就覺得雙方是稍微優勝的 因為他就是就著這一點 受到更加顯擇 但是他會推出很多就是 Will Smith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 後果 已經顯然他已經要承受很大的後果 那所以 反而Chris Roth 是一點後果都沒有的時候 那是不是 應該受到更加大譴責 所以在這個立場上 我覺得雙方是挺優勝的 但是呢 去到台下法文 我又覺得 他的優勢又好像回到甲方那裡 因為我覺得甲方無用 在紋上 還有 答就可能略嫌差一點 雙方都是 好像剛剛那位評判這樣說 雙方答都是差一點 可能沒什麼經驗 都是差一點 但是在問上面 真的 在甲方來說 確實問得挺好的 尤其是我覺得 甲方問的第一條問題 我覺得是挺尖銳的 直接問到別人 是不是第一條 還是第二條 對 就說動機 是不是動機好就可以不顧一切 而我覺得對面 是不能夠有效 回應到這條問題 所以在台下法文那裡 我又會把這個分數 又將好像甲方會稍為優勝 所以到最後 我的分差 其實真的很小 大家詳情可以看分子 或者我可能會就著一些 甲方回答 可能會 帶幾點給大家 可能可以想一想 就是 例如說 今天 甲方其實都很講 一些社會的影響 那我就會覺得 岳方會不會很思考 就是 既然他都說到 Will Smith打人是有這麼大的 社會影響的時候 正常言語的攻擊難度 不會對社會造成影響嗎 那我覺得這一個 其實是一個對方都達不到的東西 那所以 但是去到 我記得去到 我記得結辯 才有一個差不多的概念 出來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如果搬回到前場的話 那前場都會 給岳方 所以 就會再多 加多一點分 那這個雙重標準 我覺得可以是 早一點出步 那另外我就覺得 雙方在主線的推進上面 都可以有 多一點點的 就是 角度也好 或者多一點點的 演繹都會好一點 因為 其實今天 以主線來說 其實隔方的那個 說法 應該會有更加大的推進 例如說 他講到一些社會的影響 那樣 但是我覺得 去到 去到 去到後面 我又不是 後場 可能去到結辯 我期望結辯 可能大港對於社會的影響 就是 就是 好像站在道德高地上面 但是又好像 沒有什麼 怎樣說到 所以就令到我結辯 其實給那個分 和前場的分 又不是 真的撐那麼遠 撐那麼遠 我覺得 我不是很聽到 再主線推進那個位 那 而隔方我覺得 都可以給一個主線的 可能 一個 可能想一想 以後的主線 會不會考慮 都會設定同樣的 就是 可能都可以考慮一下 社會的影響上面 會不會 你們可以想一下 其實 為何我們覺得 而隔壁攻擊 那麼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有 越方 會不會考慮一下 可能就是社會的影響 去說 為什麼其實社會上 大家都可能是 攻擊 如果 Ruelsmith 覺得Ruelsmith 做錯了 其實社會上 大家都 將而要攻擊 這件事情 看得太低了 這個社會的風氣 所以我們正正透過這件事 去改變它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可以是 要幫你們設定主線的時候 或者後場去推進的時候 都可以加下去 那 我記得 還有一個位 對了 還有一個位置 就是關於資料上面 就是我覺得今天 跟剛剛那位評判一樣 我都覺得隔壁的招路運用 是真的比越方的心理力多很多的 那麼我會期望 越方可能就著 例如說 對面也有說到 可能 就是一些 跟我們比較暴力 或者言語的一些傷害 那雖然 雖然說我們的 就是 越方你所說的 你那個 比較重點 不是在於哪一個傷害更加大 但是我也期望 會聽到一些 你說到言語暴力傷害 有多大的 一些例子 但是我今天聽到 好像純粹是在說Jada那件事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延伸去到一些 因為可能言語攻擊 言語霸凌 而去受到傷害的例子 包括可能有些名色 因而這樣自殺 那這些 資料的話 可能會完善到你 整個項目會豐富一點 那最後呢 就想 純粹提一提 就是我 我就覺得 就是 義父 無論是甲義 還是粵義 我都覺得 你們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會不會在寫稿的時候 哪一個框架 因為我今天就這樣聽 我都會感覺到 覺得兩位義父 都是類似 有些少少散打的感覺 那會不會有一個框架 例如說 總結一下 可能梳理一下 雙方的戰場分歧在哪裡 又或者是 可能大家有 對 有可能 雙方會有一個問題 巴巴巴 這樣去刷 整個你們 整份稿 如果不是就會感覺 略然有少少少暖 那另外就是 就是 就是粵方的義父 那我就覺得 你的語速稍微有些偏快 還有有些略 這樣就會 令我聽得有些 不是那麼舒服 那所以 在 就是 語言運用台風 我忘記錯哪一個項目 我會有相對上 是會有少少求分的 對了 那最後 對了 那就是大概是這樣 那我評語就是 多謝三位評論的分享 今天的比賽的結果 已經在我手上 現在由我孫讀賽果 首先是 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甲方的第一副辯 李永恩同學 恭喜 至於今天的賽果 甲方得票2 月方得票1 換句話說 今天勝出的是 甲方藍田聖寶陸中學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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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謝謝 我們 現場 可以 learning 衝撐 看 仔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